中央社针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点名他鼓吹港独违法违宪香港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戴耀婷今天下午发表声明表示极度失望并提出五个反问要求回应 戴耀婷今天下午在他的脸书专页发表对香港特政府的严正要求说 林郑月娥今天表示亲自听了她在台湾论坛上的发言录音才同意特区政府发出的谴责声明 但特区政府却没有让她有任何申辩的机会就发出此损害性严重的声明违背程序公益的原则 戴耀婷指出林郑月娥所听见的录音只是她在那次论坛中非常简短的总结发言 相关的观点她在过去几年在香港的报章也曾发表 她认为香港人可通过民主自觉考虑成为独立国家与中国其他族群组成联邦或邦联的想法 那是见机在中国现在的专制政权与劫次的前提下 戴耀婷并提出五个反问要求林郑月娥与党府回应 一亲明确指出她当天的发言如何构成鼓吹港独自觉 是否提出人们因思考或讨论中国及香港的未来可以有的各种可能性 就已算是鼓吹港独自觉 若是的话这是否不合伏比例的限制了港人的言论自由 二为何在发出谴责声明前没有给予她任何申辩的机会 特区政府是否认为在行使公权力时不用遵从程序公益的原则 三过去她在香港也曾发表丧尽且更完整的观点 但特区政府却一直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那是否指她整权的观点并没有违反宪法和基本法 现在只是根据她在论坛当天的简短发言就发出谴责声明 那是否断章取义 四在香港有不少人发表的言论是直接及清楚的支持港独和自觉的 为何特区政府从来没有向这些人士发出任何谴责声明 现在对她发出的谴责声明是否存在政治筛选 若是的话这做法是否非常不合理 五他虽在大学有教职但没有任何官职 亦不从属任何政党 只是一名普通市民 为何特区政府竟会如此含有的像一名普通市民在海外发表的言 论发出如此严厉的谴责声明 当中是否涉及不可告人的政治原因或目的 编辑杨申如